那我們今天哲學星期五就在這個時候就開始了 那大家好,歡迎大家在今天禮拜五的晚上來參加我們哲學星期五 那我是台北哲舞的志工,也是今天的主持人江波瑋 那今天的主題是這樣的叉叉我們要 那其實這個是受到之前大概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之間 那個婚姻平權的議題在修民法和要立專法或是到視線之間的紛紛擾擾 其實有一些獨派就是會提出一些做法上的質疑或是討論 就是說所以就引發那個有些人就會說這樣的台獨舞妖 或是說沒有婚姻平權或是沒有同婚的台獨舞妖這樣的論戰 那其實這個東西它也不是在這個時候才出現的 就是這樣的叉叉舞妖或是說沒有圈圈的叉叉舞妖 這樣的句子其實在之前就有了 那所以我稍微補充一下這些的脈絡 那其實它是從大概從318之後 那台獨這個議題它從比較常是在討論說要或不要這個階段 逐漸進入到就是開始有人在討論說要如何做或是怎麼做這個階段 那在這之間就是從就是有父權啊性別啊勞權啊或是原住民 或是母語甚至是破千 然後直到我們比較接近的就是同婚的議題 其實這之間都有這樣的巨型在出現 那其實這個過程它當中是有一些人是會在所謂的網路 具有網路聲量的人的FB底下就是會去留言說他們對於這些議題的關切 覺得說這樣做的做法可能不是他們認為的那樣 就是他們覺得說這些議題其實某種程度它是受到現行的體制所阻礙 所以他才一直推很用力推可能都推不太動 然後他們認為是說可能要到建國之後 然後專心做好建國這件事之後才能擺脫這個體制 那這些各樣的議題它有機會才會變好 那就是在這樣的講法之下就會引發很多聽的人啊 或是討論的人的反感就是覺得說 那都給你們講就好了就是 那理論上的台獨不是應該也要包含所有議題嗎 那就會出現所謂的這樣的台獨我不要 或是沒有談到我想要談的議題的台獨我不要這樣的句子 那這樣的句子其實某種程度我們也要再仔細去看說 那這樣的XX我不要那個XX的意思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剛剛舉例台獨嘛 那台獨到底是誰去做了這個定義 台獨到底應該有什麼 是剛剛我所說的那群去留言的人說 我們應該以建國優先的那群人才叫台獨嗎 還是說只要我們想要做台獨就可以掌握台獨的這個定義權 還是說那些網路有網路聲量的人其實他們也可以去定義台獨呢 那這個是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所謂的沒有圈圈的XX我不要 就是到底那個沒有XX是重點 還是說那個XX我不要才是重點 那光是講到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已經有點聽了一頭亂了 那所以我們今天很榮幸的請到兩位講者 一位是那個陳俊光精神科醫師 然後一位是邱建塑那個博士 那他是那個比利時那個魯文大學哲學博士 那所以他們兩個人可以分別由他們那個 就於精神心理層面 然後另外一位是可以就那個語言的背後的那個邏輯 來跟我們探討這件事情 好 那我想我們就可以開始那個進入正庭 那就麻煩邱建塑博士 好 可以站起來講嗎 大家好 大家好 這個今天要講這個題目 這樣的XX我不要 大家都對這個題目是感興趣的 但是也有人對邏輯跟精神分析感興趣的 但畢竟是少數了 所以我想 我想有一件事情大概在我來看是很重要 就是說當我講這樣的XX我不要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把那個XX帶入一個詞彙去 那是因為它可以反映了我們所在的處境 所以這個反映這個處境 使得你們會覺得說來這邊聽聽看 我們怎麼樣處理我們現實處境的問題 它是一個很有趣的 那我自己學習邏輯 但是剛剛有一位說是S福大的同學 然後說他要來上邏輯課 我想在這個地方沒辦法上邏輯課 可是我現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學過邏輯 面臨這樣的問題 我會怎麼樣來去思考它 所以我只能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把我如何去思考這樣一句話 的一個過程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句話其實它是引起一些爭論的 老實說我並不在這個爭論當中 我並不在這個爭論當中 所以其實我要講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夠對各位有一些預設說 也許這本來是網路一個論戰 對於你們去解決那個論戰能不能有幫助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因為什麼 因為一個論戰所引起的層面有非常多 所以等一下陳醫師可能會講一些方向 可能會更好的去解釋這個 可是在我來看的話 我能夠做的事情是非直接的 但是希望各位能夠去想想看看 什麼一些效果 好不好 那我怎麼樣來看這個問題 第一個 我其實這樣的XX我不要 這句話對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講什麼 沒什麼意思 可是當我要去想說 我要對他做一個所謂的分析的時候 我開始在思考我怎麼樣去想這個事情 我第一個想的事情是這樣 我今天在一個女權大會裡面 我就發言 這樣的女人我不要 各位想想看 我在那個場合去談一個 這樣的女人我不要的時候 各位想 她會是什麼 引來掌聲 還是很多人 你這樣怎麼可以這樣講 然後開始傳到發言 那這裡面涉及到一個問題 當我講 在那個場合講 這樣的女人我不要的時候 她事實上是引起了一些效果的 引起一些情緒上的效果 可是各位要知道 這個時候 對我來講最重要的事情是 語言它可以引起一些效果 但是 如果我今天 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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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 這個叫做什麼 非常大 善文主義的男人的這個場合 我講這樣的女人我不要 你覺得反應是什麼 哇 你這樣有道理 我支持你 對不對 可是當我面對了一群 事實上 她在她的家 這個環境裡面 她事實上 對男人女人 我們是有選擇 我們希望要的女人的權利 或者是我們有選擇 我們要的男人的權利的時候 我講這樣的女人不要 這不是你個人意願而已嗎 其實大家也不會引起什麼樣的反應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邏輯上在處理的時候 首先我會把語言 跟語言會引起什麼樣子的效果 做一個區分 做一個區分 那做一個區分的時候 我們就回過頭來 那這句話究竟在說些什麼 來去談 那先稍微停一下 在這邊 如果我今天去講 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我今天說要去分析 我要分析什麼 當這樣的插槽不要 我覺得主辦單位她提這樣子的一個 詞彙是一個很好的 為什麼 當我講到這個插槽的時候 插槽其實是非常中性的 它沒有意義 你不填入它 它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但正因為它沒有意義 所以一旦你填入東西的時候 它事實上它產生了一個比較具體的意義 可是它產生了什麼具體的意義 例如說 我想很多的政治性的話題 大家都會去講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我們講這樣的馬英九 我不要 對不對 蔡英文執政的時候 我們講這樣的蔡英文 我不要 我們到底要講什麼 當你把這個蔡英文帶進來的時候 你事實上帶進了幾個層面進來 對不對 你帶進來幾個層面 政治的層面 性別的層面 還是做為一個基本的人的層面 還是 他是我的什麼 朋友 他是我的親人的層面 你究竟帶進來什麼 事實上 一個語詞進來的時候 它語舌它的意義 蔡英文它很簡單 他是一個人嘛 對不對 可是他這個人 不只只有內層意義而已 這邊我要舉一個 另外一個例子 來去講 我今天說 蔡英文帶進來是一個人 但是他可以有很多層意義 這幾層意義裡面呢 這一個呢 我要跳出來講一下 就是說 當我講蔡英文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名字 對不對 我可以講說今天 這樣的哲學信息 我不要 那我來幹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因為那個主辦的人 對我來講 我覺得 他不是我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哲學信息 如果是我自己辦的 例如說長庚 有那個長庚的哲務 對不對 長庚的哲務 這個我不要去的 除非他讓我主辦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講 你看 我講的哲學信息五 跟蔡英文 我帶進去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違和感 對不對 只是我講了不同的事情 那我今天講 台北市的交通今天是蠻混亂的 那我把他帶進來 這樣的 台北市今天的交通很混亂 我不要 怪不怪 怪啊 你當然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是語言文法的問題 對不對 一個這樣的後面 他應該接一個什麼樣子的詞彙嗎 當你接不同的詞彙的時候 有的是 就是說 即使是語言 你接入不同的東西 他有時候是可以 有時候是不可以的 那我現在看就是說 其實 在這裡面 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在這句話裡面 你已經界定了你的思想的基本的結構是什麼 因為它有它的對象 也就是說你現在在思考的 對象是什麼 其實已經有一點確定了 一個人 一個是 類似這樣子 它是被確定在其中的 好吧 它被確定在其中的 好 再來 我要想說 這樣的XX我不要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 為什麼 因為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抽離 我這裡面要講的就是說 當我講 這樣的什麼我不要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這個 剛剛有一個在台北聯合醫院工作的 對不對 他說工作環境 工作狀態 他在反應他自己的這個心情 邏輯喔 很怕就是 那個情緒的影響 所以為什麼 我說 這樣子的一個話語 事實上是一個 在邏輯上來看的話 我們把你可能採取 會影響到所會產生情緒的東西 其實我們抽離掉了 這是很OK的 可是事實上 最好玩的是 我們每個人會把我們關注的東西 帶進去的時候 事實上 事實上我們把相對應的情緒也都帶進去 這個是我第一個 在做這個思考的時候 我做的一個觀察 在這邊我想說 第一個要講 第二個觀察 我想是這樣 就是說 當我講 這樣的XX我不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考慮一個 這個我不要 事實上裡面 我們把這個布拿掉的時候 變成我要 對不對 剛剛有一個 朋友講說 事實上 這樣的XX我不要 其實隱含了我要什麼東西 對不對 其實背後這個意思 首先我跟各位講 在邏輯上來說的話 你不能這樣去講 這是一種猜測 猜測它沒有一個必然的關聯性 那當然 待會兒說不定心理精神分析的時候 在我來看 說不定都是猜測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可能談的叫做 因果關係 他們可能談的是一種因果關係 可是在邏輯上 他要求的不是因果關係 他要求的邏輯關係 是我們必須要說明 兩件事情之間的聯繫是必然的 那這個當然 我在這邊 就稍微跟各位點一下 怎麼是這樣 那 要怎麼樣去說明這個 這個必然性 其實並不容易說明 除非我們用一些 所謂邏輯上的例子 來去看 例如說 如果今天下雨 則地失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下雨則地失 天下雨地失不一定會是 是不是會 不一定啊 這樣子原因不見得造成這樣的結果 但是這句話的結構 是一個有如果 則的一個語句的結構 對不對 好嗎 可是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樣子的因果不見得成立 可是這句話可以被視為是 從一個因果上來看 它是有因果的 可是 如果再接下來 如果今天下雨則地失 今天下雨 然後我們說 因此地失了 這樣做一個論證來說的話 我們基本上接受 這樣子的前提 一定導出這樣的論證 結論 這樣的前提 導出這樣的結論 那 這個時候呢 在這裡面 我們其實在談的 就是前提跟結論之間的一個 依然關係 在邏輯上 我們大概會很簡單去做一些 就是當前提為真的時候 結論 絕對不會為假 一定為真 那這個它會在邏輯上面 它有一些證明的一些方式 或是定義的方式 我們這邊不太多談 可是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今天在邏輯上面 我們在面臨到一個語句的時候 我們要把 與這個語句的邏輯性質 無關的東西給排除掉 不管是我們講的 就是說 像剛剛講的這種 我們預設猜測 對方背後有這樣子的意思 好不好 可是 這樣的XX我不要 跟這樣的XX我要 他們兩個之間有沒有邏輯的關係 他們之間有一個邏輯的關係 是什麼邏輯的關係 我要這樣的XX 我不要這樣的XX 一個是另外一個的否定 當一個為真的時候 另外一個另為假 所以當你主張說這樣的XX我要 當你主張這樣的XX我不要的時候 我們勢不兩立 為什麼 因為我說的如果要為真 你說的就一定要被假 對不對 例如說 我講的這個我 是要講同一個我 不要講兩個我 我就說我要什麼 我要這樣的態度 你說 你不要這樣的態度 可以嗎 那我說這兩句話不能同時為真啊 這個就是所謂的邏輯的關係 這就是所謂的邏輯關係 所以我們講說這樣的XX我不要 事實上並沒有隱含著 在邏輯上並沒有隱含著這樣的某種的XX我要 但是事實上這兩句話之間 可以形成某種的邏輯關係 好嗎 可以形成某種的邏輯關係 好 然後 這是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在語言上面 語言的關係有很多種關係 有一種是邏輯的關係 有一種是邏輯的關係 那這個邏輯的關係 跟我們去設想 兩件事情有關係 的這種關係是不太相同的 好嗎 它是不一定是 就是可以是不相同的 所以剛剛我們會設想很多東西是有聯繫 但是他們之間的聯繫不一定是邏輯上的聯繫 好 好 然後呢 我們剛才還想講些什麼 還要講些什麼 我再來講 這樣的XX我不要 我們今天來看 好了 我現在要講 進入比較另外一個 來去講 如果我今天要想這樣的XX我不要的時候 這個除了基本的語言上來去看待 好 因為我自己對於行動問題是關心的 好嗎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可能會想去分析這樣的一個語言 就是說 如果任何一個行動的成立 它一定要有一個主體 它一定要有一個意圖 它一定要有一個目的 對不對 它一定要有目的 好 我們講 就還有手段 好嗎 好 例如說我們講這幾個元素 這幾個元素我們把它呈列出來的時候 我就要去看了 這樣的XX我不要 這裡面 如果一個行動包含著我們剛才講這幾個元素的話 一個主體 主體是什麼 主體是什麼 我 目的呢 目的齁 就是不要XX對不對 就是不要讓XX發生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手段呢 在這一句話裡面似乎並不太明確 似乎並不太明確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主體 有主體的意圖 因為它談要 這個要字我們是談的是想要的問題 好嗎 如果我們再把它當成是一個意圖 而它有一個這樣的XX 這樣的XX其實就是我們的目的 想要的東西 或是不想要的東西 可是它事實上並沒有包含一個手段 所以因此這樣來看的話呢 就我來看這個語句 其實是不能夠代表是一個行動 基本上還不足以表達一個行動 那如果說什麼樣子的語句可以表達一個行動呢 可能再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 到底我們要採用的手段是什麼 我要 我不要這樣XX 那我要做什麼 對不對 我會在這邊什麼 來主體告強 不要讓壞人 這樣的人進入我家 煮一道牆 這個時候它就變成是一個什麼 行動的相關的語句 好嗎 那 所以在這邊 我也想說 其實我們談這樣的XXX不要 各位其實你們在談 不管是談反通 或者在講台語 或講其他的 它都是跟行動有關的 如果你要談跟行動有關的話呢 這樣子的一個句法 其實基本上並不能夠完整的去表達一個行動 所以其實我會這樣想 不是我不能講這句話 如果一個人只講這句話的時候 大概你就要去再揣測一下 也許他不想告訴你 他到底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事實上 但是如果你認為他是一個行動者的話 他一定背後的手段是隱藏住 我告訴你的 如果他背後沒有那個東西的話 你就覺得他打他嘴炮就算了 打嘴炮的話 你去跟他講這個也沒太大意思 因為他不會是一個行動者 所以 就這個來看的話 我會說 這個最後一個神經病 當你要把這句話 放在什麼樣子的結構上來去做解讀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此在這個結構上 我就可以對他做什麼樣子的分析 來探討他的一個關係 好不好 那我大致上我先說這樣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在開始之前 那個 大家椅子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就是稍微移動自己的座位 然後看那個 以最適合你自己的角度 很抱歉 那個 我沒有想到那個 我做PowerPoint的可能會有些人看不到 那我就盡量把描述PowerPoint上出現的事情 你可以先幫我點第一個答案 第一個影音檔 好 我去看 第二章的第一個影音檔 那個 應該很多人看過這部電影 就點到中間然後讓它快點出現 這個人是那個ARIS 那個中文翻譯成神力擬超人的那個電影 然後沒關係沒關係 就這樣子 那個 神力擬超人想要 終止第一次世界大戰 想要維護世界和平 那個ARIS戰神跟他說 把人類殺掉 那個就不會有戰爭的 就不會有戰爭的 然後把這些魚腿人類全部殺掉 就和平了 那 那個神力擬超人就說這樣的和平我不要 然後也是打了一架 好 那電影就結束了 好 我關掉了 下一個影音檔 這個 這個 可能大部分人沒看過 因為很久以前的廣 那邊也有看 那邊也有那個 看得到有另外的螢幕 好 好 這個叫 這不是肯德基 意思是這樣的炸基我不要 只有肯德基的炸基我才要 好 那 接下來 好 那 我們 這兩個 這兩個影片都 表達了 同樣的劇情 這樣的叉叉我不要 但是 我想大家感覺到 是很不一樣的狀況 那 一個是 看起來很了不起很偉大的那個 救助人類的 不要 另外一個是 在那邊耍賴的 我不要 好 那 不知道 對不起 我剛才聽到很多人說 他在哪裡聽到這句話 在哪裡聽到這句話 在哪裡聽到這句型 其實 就我的同溫層裡面 在我的臉書同溫層裡面 我第一次聽到是 2016年那個選舉前後 然後聽到就是這樣的台獨我不要 那這樣的台獨意思是指 那個 一開始是說 有一些沙文主義豬參加了台獨 或者說被沙文主義豬壟斷了台獨 那 後來變成說 如果說這個 台獨不能夠實踐 兩性平權 性別平權的話 這樣的台獨我不要 那 不過 簡單說 如果前面的 這樣是什麼意思先不說的話 這樣的台獨我不要 其實 老實說我覺得蠻好玩的劇情 可能大家有在家地方聽到 可是我聽到的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跟兩性平權跟台獨有關的 那 這個句型呢 那時候就好像很多人在說 然後也很多人反對在那邊吵起來了 那 我想那應該是會召喚某些情緒 某些感受 所以大家會投入情緒 然後會吵起來 那 就由我個人而言 我並 一開始我並沒有參與 我就在旁邊看 然後 可是其實覺得這樣的劇情也蠻有趣的 那而且我想不只劇情有趣外 那個坑 那個音韵也蠻好玩的 如果說 有電音社 應該是一個易陽格 然後大概是四音部的句子吧 那 蠻有精神的 那 但是 這個應該不是我今天要談的 那我要做一個精神科醫師 然後被邀請來談 我要講 這可能代表著某些心理狀態 當然這個心理狀態 或許也跟各位 或者我自己會覺得這個句子好玩有關係 因為它招有某種心理狀態 那跟音韵的關係或許也有一點點 好 下一張 那個 據說 我應該要從精神分析觀點講這個事情 但 我要先說明的是一些基本的 避免大家誤解 那 第一個精神分析是從臨床情境 誕生的 所以 看的都是個案 那這些個案都帶著某些症狀 或某些痛苦來的比較多 大部分 當然 上個世紀是有些人為了追求流行 然後去接受精神分析 不過相對而言是少數 所以 對於這些人的心理狀況而言 他再去描述的時候 難免有一些批判 或者同情 或犬儒的色彩 那 一般講同情好像不是壞事 可是 如果你沒事突然被同情一下 你大概不會覺得很舒服 所以 這些都可能都 讓人不舒服的感覺 但並不表示是否定個案現象 只是 那就是一種看到的事情 那 另外我現在講的是一個社會現象 一個沒有被分析 那如果這個被我分析過 我也絕對不能講 我一個字都不能講 那對於一個沒被分析過的人 我講的都是一個眾多可能性 都是猜測 絕對不像邱教授講的那樣 一個符合邏輯的狀況 那 其實應該要避免 清楚來將我的猜測 或者 應用到具體的個人身上 那 但是 總而言之就是想像各種可能性 那 同樣的 因為精神分析誕生於臨傳情境 觀察的對象都是寄存的家庭 社會 社會不知道 性別角色 權力運作等等的 所以描述翻譯 討論翻譯好像覺得 精神分析理論對現狀都是毫無保留的 所謂的 take for granted 就不會去批判現在是怎麼樣子 好像對父權體制也就接受 對資本主義也就接受 對國家化理都接受了 所以精神分析都是 多於批判 事實上真的有不少精神分析師 多於批判 甚至維護體制 但是也有一些精神分析師 不是這個樣子 只是因為在描述的時候 比如說描述母親怎麼樣 父親怎麼樣 然後就是一些 符合幾個 一兩百年前的那種 父親母親的角色 所以聽起來 那些分析師都是殺豬 都反錯 都很保守 不一定是這樣 雖然可能真的是 我今天會談的 大概從上一方面來講 時間可能不太夠 不過我就經常講 一個是從佛羅伊德學派開講 可能講 他已經 希格蒙佛羅伊德和他的女兒 安娜佛羅伊德 傳承下來 所謂自我心理學的 主要討論的是 Defense Mechanics 就是防衛機轉的部分 這個會講 某一個人的行為 是基於某一種防衛機轉 聽起來都像攻擊 都像罵人 好 那 所以聽起來可能會 看起來像是那個 那個這樣的炸雞 我不要 那 拉勘 法國拉勘學派 那我可能會提到拉勘 提到寡塔利 提到Christiva 那 這個就會連結到那個 具體發生的行徑 或許可以說明為什麼 那時候最紅的是 這樣的台獨我不要 而且是由一些女性主義者說出來的 這個其實不是巧合而已 那其實有一些 心理性上可以解釋 為什麼是這麼樣子 不過當然 剛才提到這樣的工作環境 我不要 這請問我沒有看到 或許其實也很多人這麼說 但是我看到的是 女性主義者 所以這樣的態度我不要 那 最後我會從那個 克萊因學派的那個 包括 布拉尼克萊因 那 巴比拉 剛剛聽到有人叫Beyong 好 那個還有 哈拿西狗的這個 也來談 那個 這樣的 XX我不要 好 這個是Simon Floyd的 精神分析理論的 傳世人 所以Defense McKinney 它主要 或中文講 繁衛基礎 它是一個潛意識的心理的機制 它是用來降低一個焦慮 通常是我們不知道的 當事人不知道的 不過這就很奇怪 當事人不知道精神分析是怎麼會知道呢 不過就是據說有對我牟利 然後 然後 這個 防衛機制可能是健康的 可能是不健康的 所以並不是說你有做這個行為 是因為什麼防衛機制就是不健康的 就是在罵人 但是聽起來還是像的 那一部分就因為我剛才講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 你平常比我更清楚 那 這種Defense Mechanic 可能會做到些什麼呢 可能可以去改變現實 或者其實只是在心理上否定現實 或者擁曲現實的狀況 但是它為什麼要這樣呢 它可以讓人比較不會經歷到一些 讓他不舒服的感覺 或者讓他不舒服的內心的自己的衝動 然後讓他可以維持一個自我的平衡狀況 那 跟這樣的叉叉我不要比較有關的 或許一個是withdraw 那就是說把所有的東西 讓我不舒服的東西 就 這邊講的否認 是說 從這些事件中 從這些刺激中抽身出來 所以就不要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 讓我不舒服 所以就抽身出來 如果我們只看這樣的叉叉 我不要或許就是陳列 不過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那位立法委員候選人 其實他並沒有真的抽身而出 所以這個並不適用 但是rationalization 合理的話 可能是說 他本來就不想要這個叉叉 本來就是反對叉叉的 或者比如說 本來就反對台獨 那這只是剛好找到一個理由 所以我 這樣的台瀉 這樣的台瀉 我不要都是殺豬 然後或者都 反正建立了也是一個父權的體制等等的 我想這或許能夠解釋 或者是某些人講這樣的叉叉 我不要 不過 我能夠 我其實現在有法 我就是至少那位立法委員候選人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其實繼續在做一些跟台獨有關的事情 不過這就我剛剛好 這個 Defense McKinney也可以解釋某些人說某些話 但是 不見得 對 我們可以再觀察 另外一個我覺得可能更重要的是 Idealization Devaluation 或者說 Splitting Splitting 是分裂 Idealization 應該是理想化 或者是 Devaluation 或者就是貶抑 他說如果一個人 有個體 無法去整合一些 讓他難以接受的感受等等的 他可能會把外界的事件 或者把自己 或者把周圍的人 分裂成兩群 一群是非常好的 理想的 all good 或者另外一群是 什麼是 完美的 做什麼都對 做什麼都是好的 另外 或許有一群人會被他看成都是很不好的 把所有的負面特質都投射在他身上 那這是怎麼產生的 那其實我在最後那個Client的時候 會再講多一點 因為 因為 再講裡面的人 我就稍微提到一下 那 他應該這樣說 我現在就大概講一下他怎麼運作 但是 成因可能我會在最後 那個Client的時候再談 那因為 那也牽涉到某些 某些一個心理結構 而不只是急著運作 然後這個人呢 曾經被理想化 那一個 那個 那個 變財無外的立法委員 然後台北市長 政績做不到支持度 可能是立任台北市長最高的 然後 還是那個拼命之子 他從拼命出來 然後 那個 台大法律新沒畢業就 就考上律師職 等等的 那 那 但是呢 當他到台灣最高的位置 然後被更清楚的檢視以後 他的一些缺點都出來了 比如說 長得不帥 不過什麼叫帥呢 然後 還有 狗語不標準 然後還有什麼 聽 聽 聽古典音樂會睡著 那 他在聽音樂會的時候睡著等等 所以 就實在是 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其實 那 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個 曾經被理想化的人 在被 在失望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 一下子 他就 對某些人而言 他就馬上從 高 從千山 掉到地獄了 馬上要變成所有的 負面特質的 那個投射的對象 那 好 那 在 弗洛德在 1921年的 那個 集體心理學裡面 有提到 那個 Ego-ideal 就是 應該翻譯自我理想 他是在我們的自我狀態 從小時候 就 很小時候就會發生 然後 Lakan 待會兒會講 Lakan認為大概是在 那個 兩歲以後開始發生的 那 是一個 是一個 一開始的自戀的 遺跡 然後 會想像 或者 甚至 或者會 自己可以成為一個 完美的狀況 或者會 可能可以鼓勵自己成為一個 完美的狀況 那 在群體中 我們會選擇一個 我們愛的對象 或我們支持的對象 那 這個對象 可能是符合我們過去的 這樣的一個 自我理想 Ego-ideal 然後 然後 後來他也就成為 group-ideal 就是這個群體 比如說 不管是叫台灣人 或者是草根台灣人 或者是民進黨 等等的一個 理想 然後 或許就 又拱善了總統的位子 然後 在這個 當他成為群體的理想 他又回過頭來 可以 可以指導 這個群體裡面的一個 個人理想 比如說 要念法律系 要念到那個 大學還沒有畢業 就要考算律師 指導等等 那 但是呢 他1933年的那個 精準分析新聞又提到 這個Ego-ideal 之後會成為一個 Super-Ego Super-Ego 他說也是Ego-ideal的一部分 那將來會變成一個 會評判自己的標誌 就像剛才講的 一個 一個 那個 一個 大學還沒畢業 平民之子 大學還沒畢業 就可以考算律師指導的 那 當他成為理想以後 他會回 雖然他一開始 可能是我們的 標誌的理想 但他 他也可以回過頭來 去評判我們自己 那個 我們的媽媽 可能會跟我們說 隔壁的那個 隔壁的那個 哥哥 那個 考算 考算見宗 每次都一百分等等的 那或者說 那個 隔壁的那個 平民之子 大學還沒畢業 就考算律師指導 然後其實我們聽得都很不爽 可惜那個 那句話不只媽媽跟我們講 我們會不爽 我們自己心裡 也在跟我們自己講 也在 也在這樣子批評我們自己 為什麼 然後讓我們自己 過得很不舒服 那 那 這樣的一個 Super Ego 他後來佛羅伊德又說 那個可能不是來自 Ego Ideal 而是來自 父親的影像 然後這怎麼樣 來自父親呢 比如說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我們曾經 小時候曾經 愛過媽媽 然後 那個亂人禁忌 或社會告訴我們 絕對不能夠跟媽媽在一起 然後 而且看起來 媽媽是屬於爸爸的 在想要跟媽在一起 可能會被淹掉 然後這樣的一個想法 嚴格的恐懼和一個戀母情節的想法 那 那 之後 這個父親的形象 就成為一個這樣的一個超我 一個道德 或者罪惡感 或者所謂的良心 等等的 有關的 但 但通常是一個很粗暴的 很兇的 那個像傳統中爸爸的形象 那樣子的 而且這個會懲罰 即使爸爸本來沒那麼兇 只要小孩子 但是如果小男生想到爸爸會把我淹掉 那個 這個爸爸就會變得很兇 很可怕 所以 這個Super Ego 讓人不說 但Floy的後來好像有點放棄 Ego Ideal 跟Super Ego的關係 但是 拉桿沒有放棄 我認為這個兩個中間也的確有關係 一個我們投射 自我理想的一個對象 跟我們的Super Ego 其實是有關係的 那 這個是 米開蘭基羅雕刻的摩西 弗威德 針對這個雕像寫了一些 一篇文章 又寫了一篇文章 叫《摩西與一神教》 裡面就強調到 這個一神教 或者論摩西的形象 跟父親 跟超我的形象的關係 那兩個斬角就 看起來就很兇不像人 然後表情很嚴肅 褲子很粗 然後手上拿著約櫃 那個就是那個Super Ego的要求 那個 你不可 不可偷盜 不可怎麼樣 不可辱難孝順父母 然後 還不可說完 不可崇拜偶像等等的 然後 他自己就變成偶像了 所以 就一大堆規定 Super Ego的要求 一個討人厭的 讓人害怕的形象 其實這個 讓人害怕的形象 也讓人討厭 因為想要把它排到 這個其實跟 我想跟 陳水扁到後來 之所以那麼讓人討厭 除了他的確有些 所謂缺點 讓人不喜歡以外 讓人失望以外 有一部分也是因為 我剛才講的 其實在某一個部分 他所立下的某些標杆 成績很好等等的 其實也對其他人造成壓力 口才很好 當然我剛才講的一些事情 大家也可以再想看 比如說 他的某些曾經被認為 是缺點的東西 比如說 聽音樂會會睡著 聽古典音樂吧 好像是什麼等等的 可是 我忘記是哪個曲目 這是缺點 這是缺點 還是從天龍人的標準 開始缺點 像我聽台語歌 聽不懂 是不是缺點 好像不 大家可能覺得不是 可是事實上 為什麼聽古典音樂睡著是問題 然後聽台語歌 聽不懂不是問題 那還有 為什麼講一定要是標準國語 我們覺得他長得不帥 那個帥的標準又是從哪裡來的 是不是從這邊來的 從另外一個更高的標準來的 以上是 就從剛剛講的來講 這樣的台獨我不要 我一開始看到有沙文主義出參加的台獨我不要 然後其實我們還可以再延伸一下 有永和派參加的台獨運動我不要 然後有資本家打手參加的台獨我也 運動我不要 那 其實這種 這種話 從 講我不要的時候是 好像是一個參與者的人講的 其實這種話 從另外一方面講就是 你們這些搞運動的 都是不念書的 那個都是暴露 然後那個垃圾毛都沒有收好 難道一定要是聖人 然後都 那個這邊也沒缺 那邊也沒缺點才能搞台獨 我有搞其他社會運動我反對運動嗎 不是吧 那另外就是說 另外 台獨之後 還不是要替資本家工作 依舊要受到剝削了 這樣的台獨我不要 有PN2.5的台獨我不要 失婚的台獨我不要 那 問題是誰說過台獨解決一切嗎 可能真的有人說過 不過真正認真相信應該很少 可是 在講這句話 我是不是相信台獨解決一切 我們才會說 失婚的台獨我不要 所以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 有國民黨附庸參與的性別平權 我不要 或者說因為 婚姻平權以後 還不是會有家庭暴力 還是會有失業的平權問題 所以這樣的婚姻平權我也不要 好 這樣大家就覺得 不過 我到這裡好像 我是站在一個批判 講這句話的人的立場 那個 下面我其實會站在另外一邊的立場 其實我覺得他們 如果我們深入的 從某一個方向深入前衣 他們講的話 講這些話其實是有某種道理的 那 因為現在先告一個段落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 現在一定要澄清的問題 請問 請問 那我稍微做一個回應 因為現在有一點具體內容 那如果我做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我們怎麼樣處理這樣的具體內容 好不好 那因為剛剛 陳醫師喔 他這樣講的時候 他其實用到佛洛義德的理論嘛 那其實他裡面有個很重要的 一個想法 這樣的 XX我不要 可是 其實在佛洛義德理論裡面 可能我可以回到那個自我的問題來看 那個自我 他事實上是有想要的 那 現在是說 當我講這樣子的XX我不要的時候 我接下來問他 背後 為什麼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一定有他所要想要的東西 這個首先就是 在這樣子的一個理論下 他有這樣子的結構出來 那所以當這樣子的結構出來的時候 我們進行這樣子的結構性的思考 其實是合乎邏輯的 合乎佛洛義德理論的邏輯 但是是不是他就是 這樣子的邏輯 你是不是到處都成立你不盡然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用佛洛義德理論的思考 所以我講 陳醫師講的是 是非常的合邏輯的 他不只是 因為他要確 但是他的困難是在於 你回到那個 我想的時候 你要從這個這樣的 我的東西 我不要的時候 確定到我真的想要什麼的時候 這個是很困難的 例如說 我是一個政府官員 欸 這個 企業家 拿一筆錢來給我 我說 這樣的錢 我不要 我到底要不要錢 我可能想要錢 可能不想要錢 但是我如何去確立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困難的 那所以剛剛陳醫師在提的時候 他提了很多種情況 例如說像陳水扁那樣子的一個例子 有可能是什麼 其實他的標準太高了 我們都做不到 所以我們其實罵陳水扁是因為什麼 我們又做不到陳水扁 如果我們把他放在那個位置的話 沒有把他拉下神來 那我們怎麼當神 對不對 其實我想當神 現在陳水扁是神 我不要這個神 但是我想要當神 像這樣子的一個結構上來講的話 我要講的請各位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要看到就是說 其實在這裡面 涉及到的是一種所謂的思想的結構的分析 究竟一個人會怎麼去思考 那有時候我們在一些情形之下 我們會想去把握一個人的思考的邏輯 究竟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意義下來講 我們不是像我剛剛講的那個邏輯 那個是一個非常基本的邏輯 談什麼 如果天下雨則地時 那個看起來一點都沒有張力的 可是我們在現實狀況的時候 做一個邏輯學者來講話 我們會怎麼去思考 其實每個人的思考 一定有一些他認為 這個事情之間是有一個必然的觀念性 他一定有些必要的元素 那你怎麼樣去找到對方的那些必要的元素 然後將其顯現出來 那邏輯的理論 我想他提供他一個想法 到底是不是大家都贊同 我不清楚 不過我想 陳醫師這樣講之後 我也覺得 或許 我從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也不失為是一個 看事情的一種方式 而且 就這樣來看的時候 在他的理論範圍裡面 這是合乎邏輯的意義 我想也是可以成立的 好 那謝謝邱老師的回應 那我想 也稍微回一下邱老師 因為剛剛邱老師有提到那個 不要我不要 那他想要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 就佛洛伊德而言的話 佛洛伊德幾乎認為 人最重要的行動的動機就是 Pleasure 就是 Pleasure應該叫什麼 想的 一般講想的 不過實際上不是 想的是一個錯誤的翻譯 Pleasure不是想 那Pleasure是 降低焦慮的結果 把焦慮去掉的結果 所以我不要的時候 他並不 我不要怎樣的態度 我不要或怎樣的 什麼我不要 他其實最終的 他想要的東西 並不是另外一種態度或什麼 而是 降低某種焦慮 逃避某種焦慮情境 不過焦慮情境會一直誕生 他會有新的行動的動機 不管是要這個 或者不要那個 不過現在我們再講 拉甘學派 那個 基本這個 其實說起來像天書一樣的東西 那個即使是 金人可以做金人分級 大部分人也覺得像天書 我跟他也不熟 不過我就想 這個是一個日本的儀式 大家都看得出來 中間那個是什麼東西吧 那個 好 那個看起來像陰莖 可是 拉甘說那個叫Phalus 洋物或者洋具 他跟那個 陰莖只是有 有關單的不適 而且他說 所有的signification 所有的那個 紙意活動 或者意福活動 下端活動 都是一個Phalic的活動 他說 那個Phalus 就是那個洋物 我還不說Phalus Phalus Phalus就是一個 基本的 那個Metabot 一個隱喻的 意福 甚至它是一個 最重要的意福 最終的意福 完全完整的意福 意思是什麼呢 人的 人的象徵活動 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從 當他 從小朋友發現 媽媽要的 不是他以後 當他發現 因為他想要媽媽嘛 這跟佛維德講的有點像 又不完全一樣 當他開始體會到 媽媽是另外一個 獨立的人 而且媽媽 應該有他自己的欲望 就如同我這個小嬰兒 有我的欲望 不管是河奶 或者被媽媽抱 等等的時候 那媽媽是可以提供 是我最想要 最能夠提供我 所有滿足的一個人 那他有想要一些東西 我最好能夠滿足他 可是我不知道他要的是什麼 那 大概不是我所擁有的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東西 在他稍微展大以後 就會跟一個 跟爸爸 以及爸爸 那個可能有的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解釋在一起 那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是Failers 所以 當我們在想像什麼東西 象徵活動出現 或者思考活動出現的時候 就是 有某一個空缺的時候 實際上我們沒有滿足的時候 我們才去開始象徵 才去思考 所以後面的Beyong也提到這個事情 英國的Beyong 那 所以 如果我們想要喝奶 就有奶喝了 我們就不用想想奶 或者理解奶了 但如果我們一時沒有喝到 但是我們又還沒有餓到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思考奶這個事情 或者思考 愛情這個事情 正在談戀愛的時候 就不會思考 一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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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某種展開的 我們才去思考 愛情是什麼 當然 那個講得更明白 性活動更是 那 那 後來 這個 這個Fellers後來又跟那個Nanger Father 連結在一起 就是 就是父親的名 那個 劉法的誰能不能念一下 上面那個 怎麼念 那個 這個None好像 除了是名字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 N-O-N 如果不是 N的話就是 None 一個是父親的名字 一個是父親的禁令 父親的名字 其實代表這個 我們要追尋的 然後想要學習的 理想 或者規定的一些 我們想要目標的東西 那同時他也跟我們say no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 不然就會處罰的 就是他那個 會不會淹掉的 那 他 打看認為 人的所有的文化啦 等等的 都是跟這個 父親之名有關 那 法律 等等的 好 這個 應該沒有很 有人猜得到這是什麼嗎 這個 右下角這個 正在拿著標槍要刺人的是伊底帕斯 那個被刺的是他爸爸 那個 生父 萊爾斯 然後他不知道那是他爸爸 然後就在路上碰到 兩個人搶路 他就 殺了他的爸爸 然後後來娶了他的媽媽 那 所以伊底帕斯 在以前的故事裡面 在佛洛伊德之前 他代表的是一個 是一個希臘英雄 是一個 會把 是一個 殺了父親 娶了自己母親 然後 後來把城市治理了 還不錯的 英雄 然後 他會被稱為英雄 但後來還有一些 事蹟 那 他在知識上也很重要 那個解決了 解答了人類的謎 早上四隻腳 中午兩隻腳 下午三隻腳的 動物 是什麼 好 是人 所以 但是在佛洛伊德之後 伊底帕斯有另外一個意義 伊底帕斯 不是 是一個想要 想要娶自己的媽媽 然後想要殺掉自己的爸爸的 小男生 可是在長大的過程中 他放棄了這個東西 他學習爸爸的 教他的東西 然後成為一個 成為另外一個爸爸 娶了別的女人 娶了別的女人 這裡很多哲學家 我在這裡講德路斯 好像翻門弄 在德路斯和 瓜塔里 和寫的 1970年和寫的 在《Anti-Édipas》裡面 他提到 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需要有一個很強而有力的工具 去消耗所有一般人的慾望 因為那個慾望 有一個強大的爆炸的力量 能夠破壞這個資本主義的結構 資本主義的剝削的結構 那個奴隸的結構 那個奴隸的結構 治虛的結構 那個 或者像那個 醫院裡面的那個 醫院裡面的護理師想要團結起來 去爭取更好的權利 在某個醫院裡面就是一個慾望 那 不一定是壞事 有慾望是好事 至少在《瓜哈語》這本書裡面 認為那是好事 他是可能突破 突破那個顛覆資本主義秩序的 然後 在 我們要怎麼樣 作為一個資本家或者統治者 要怎麼樣去 消耗這些慾望的力量呢 他那個 的路傳《瓜哈語》認為 那個 核心家庭 是一個很有力的工具 能夠壓抑 從小抑制這些 人們的那個追尋自己欲望 滿足自己欲望 或者是顛覆體制的力量 的工具 那 他 伊底帕斯挺結在兩個方面 他講 這邊我講的伊底帕斯就是 已經不是那個 真的會殺掉自己爸爸的伊底帕斯 而是那個會 後來會聽爸爸話的 會娶另外一個女人的伊底帕斯 他說 他 一方面 一方面 在這個活動中 在這個理論中 以及在這個運作中 一個壓抑社會的結構 變成一個壓抑性的家庭 就是說這個社會 需要去 資本家本來要去打壓公運的 可是他不用那麼累了 因為家庭裡面已經 幫忙打壓了這些 這些小孩子們 年輕人們 那個反抗的力量 然後呢 而且 所有的 在佛洛伊德的解釋提出來以後 以及 法國的 菲拉甘學派的一些 精神分析界大佬 像 莊德 他們甚至在1968 五月學運的時候 把那些 把那些 學生們都認為是一個 很糟糕的 那個伊里帕斯情節沒有解決的 那些 的 暴徒 就是他們 就 拉甘是站在那個學生那邊的 但是 主流的 法國分析師們 是站在另外一邊的 包括 有一個曾經來過台灣的 法國分析師也就在台灣 痛罵那些 造反的學生們 可能也會 所以還好台灣 台灣精神分析學會沒有在 反課竿行動的時候出來嗎 反課竿行動的時候 那個 我要說的其實 這些法國 這些精神分析師大佬們 他們把這些 會想要 爆破一些欲望的力量 然後想要 顛覆這個體制的欲望 全部把它們解釋成一個 變態的 一個亂倫的欲望 你們會有這些欲望 都是因為你們想要娶你們自己的媽媽 所以 女人都想要嫁給自己的爸爸 才有這些欲望 所以 這些欲望 都應該要否定 都應該要壓抑 這些精神分析師的大佬 就這樣否定了 這些具有顛覆性的欲望 所以 瓜塔利的六死認為 這些主流經驗分析師們 其實是資本家的打手 班兇 這個是一齣 不知道哪一個劇團演的 那個 哈姆雷特 趴在那邊的當然就是哈姆雷特的主角 然後抱著她的是她的媽媽 我要說 在這邊叫哈姆雷特怎麼樣看她的媽媽 在戲裡面說 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 然後她在掙扎於要不要再砍掉 為爸爸報仇的 她的行動之一 包括要殺掉媽媽 或者要懲罰 至少要殺掉叔叔 但事實上她之後並沒有 並沒有這麼做 在 拉看的另外一個學生 也參加過六八學院的 那個 朱利亞克里斯蒂瓦 她提到 她沒有提到拉看 拉看 她 大家自己描述人類的那個 心性發展 以及那個 表意的活動 心智的活動 把它分成三個領域 一個是the real 真實界 另外一個 the imaginary 就是想像界 以及symbolic order 那個象徵界 或是象徵秩序 那個 在1980年的 design language 語言中的預案裡面 克里斯蒂瓦她認為 symbolic 就是象徵 是一個 空間 在那個空間可以 讓那個孩子 能夠學習 發展出語言 然後成為一個 能夠說話的主體 然後 而且在這個主體 形成這個主體的同時呢 她卻 要 開始跟媽媽分離 然後 開始進入父親的秩序 這跟媽媽的分離 是她用的一個字叫objection 見識 那 怎麼說 她必須要拍視這個媽媽 然後 要離開這個媽媽 然後才能夠進入這個 爸爸的 陽性的世界 語言的世界 文化的世界 意義的世界 社會世界 就是 symbolic 世界 剛剛 拉看 拉看認為那些都是父之名 都是父親的名字 所以 在這個 語言的世界 她稱之為symbolic 可是 Crestiva 不談imaginary 和regio 她談semiatic 一個符號界的 她認為 她說的符號跟symbolic 是怎麼樣的不一樣呢 這邊講 那個semiatic 符號界 她其實是在一個 比較非線性的 是一個伊底帕斯之前的 然後 寫出來的東西 是一個比較沒有經過 壓抑潛意的 比較直接的 可能比較 包括講髒話 包括一些 帶著強烈情緒的 包括這樣的叉叉我不要 其實 雖然這個句子 聽起來沒事 可是其實 應該是帶著強烈情緒的 那 那 symbolic 則是一個 就是發展出來的 一個線性的 然後 符合一個社會文化的 一個 會潛意的 會不會講髒話的 比較不會有強烈情緒的 一個 表意活動 或者思考的方式 那 所以她說呢 那個 symbolic 相對而言是比較是 跟陽性有關的 是法律 跟結構有關的 那 拉看認為呢 小孩子在那個 四 不是四歲 兩歲以後 進入了那個 symbolic order以後 他就 終身都在 symbolic order裡面 雖然有些時候會掉下去 回到的 會有些 symbolic order無法 收容的 imaginary 或者 有育有的出現 但是 拉看說那都是 trauma 都是 创傷性的經驗 然後在那個 精神分析裡面 都會把這些 symbolic order 就是象徵界無法 收拾的東西 全部在那裡 象徵界 其實聽起來蠻像鎮壓的 鎮壓某些 跑出來的東西 但是 Christieva認為 其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人中其一生都 擺蛋站在 symbolic 陽性的文化的 symbolic 和 semiotic 之間 然後 永遠在 improcess 那 在 剛剛講的是 pre-edipal 和 post-edipal 但是 拉看其實更強調 在原型的時候 更強調這個 鏡像的 鏡像階段 middle state 小朋友 從 鏡像的活動中 開始學習想像 然後 開始理解 慢慢的理解自身 逐漸形成 自我觀察的能力 於是在 鏡像階段之後 進入了象徵界 那 Presiva認為 其實 即使在 在那個 潛意識中 見識了他的母親 離開了他的母親以後 他仍然會 對那個 semiotic 跟母親在一起的 那個 比較陰柔的 那個 unreplaced 不需要壓抑的 那個世界 那個表裕的活動 其實是 對他而言 隨時仍然存在有吸引力的 那 他會隨時 就會有一個 欲望 想要去 再跟母親 再結合在一起 或這個 跟母親再結合在一起 這邊講的不是那個 娶媽媽 而是那個 潛意識表裕的活動 一個那種 重新結合在一起的感覺 那 但是在這同時 他也很害怕 再跟這個母親 再重新結合 回到那個 母嬰關係 那個 有的精神分析師會說 這個世界不存在著嬰兒這個東西 只存在著母親和嬰兒這樣一個配兒 也就是說 沒有母親就沒有嬰兒存在 這不是邏輯上 而是說那個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定義一個嬰兒 所以回到嬰兒狀態 也就是回到他自己的 失去他自己的identity 失去他的身分 而變成跟母親結合在一起 有些文學家 或者有些人會描述那樣的狀況 好像跟大海在一起 然後等等 或者就融入這個世界裡面 好像消失自我 有人會把它描述成一個很美的狀況 可是其實在這種狀況不能夠持續很久 那Christieva認為 那個女性的小女生或者未來的大女生 那個其實他因為 比小男生大男生更認同母親 所以他應該會對這個semiatic 世界更有更密切的連結 會更隨時想要回去母親那邊 然後但是這樣的結果 可能會造成melanconia 就是說這個melanconia 一般可能翻譯成優異 可是他比優異又更深一層 那不是因為那depression的意思 那 她說女性可能會處在這樣一個 melanconia的狀況 然後為什麼 因為他同時要聚視母親 又同時認同母親 所以 我要說什麼呢 所以 這個是 有一部電影 我現在換其他名字 好像這個小女生 是這個媽媽都是甘情家 是用基因複製出來的複製人 然後 這部電影都來講 那這樣她還是一個自己嗎 她是女兒還是妹妹 還是同一個人 一個副產品 然後 然後 她們的關係曾經很好 很密切 很親密 可是又 又曾經很衝突 因為媽媽想要照自己的樣子 來培養她 然後 把她訓練得很好 乾淨一下 可是 她又長大一定年紀 就反抗 然後 反抗到最後媽媽死了 她終於又跟媽媽和解了 在媽媽的戰禮上演奏 她媽媽最要求她演奏那一團 你直接乾淨去 所以 我用這部電影的劇情 來說明剛剛講的那個 female melanconia 一個認同母親 又居世母親的過程 那Christieva在一次反問中說過 2001年的反問中說 她說 如果把一個集體的認同 犯在個別的認同之上 超越個別認同 那是很危險的 最終一定會導致極權主義 包括裡面最重要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種族了 像法西斯主義 那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又是神力女超人 所以神力女超人在對抗 就像神力女超人要對抗 Aris一樣 所以女權主義者在那邊說 強調國族 不管是公民國族主義 就像強調國族 強調秩序 強調一個建構 社會結構的那個 台獨運動 或者建國運動 的時候 其實在Christieva的理論來講 是很可以理解的行動 那我說可能可以理解 並不是說他做的是一件正確的事 只是說我們可以理解他怎麼會 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今天不是一個環保運動者來說 這樣的態度我不要 或者是一個 那個 還有什麼 或者是一個 叫做食安的 或者講動物權的人 在那邊說這樣的性別平權我不要 而就是 女性主義者跑來說一個國族運動我不要 一個建國運動我不要 因為這個建國運動 在文化山在潛意識中是跟父親連結在一起 那是 對 許多的女性而言 那是一個永遠的意義 在外的存在 不過 這位Christieva在講那個集體認同 在講說那個 跟民族有關的集體認同 是危險的時候 一個身份政治或者認同政治是危險的 他也說 一個性別認同的政治是危險的 也就是說 國族運動是危險的 最終會導致極權主義 那同樣的 性別平權 性別運動也是危險的 那宗教都不用說了 那怎麼解釋都不要運動 那那個 Christieva其實又引用那個 Hager Hager的正反核的辯證法 以及要連結到那個佛羅伊德講的 死亡本人和生命本人之間的辯證去 去說明 這樣的一個矛盾是怎麼解決 不過他從認識論的 知識的 去討論這個事情 然後我想那個就 今天就實在沒有辦法講了 好 那關於拉堪學派我們講到這一篇 那 有沒有各位現在一定要澄清的 或者邱老師要做一些回應 可以講一下 好 因為剛剛那個陳醫生講這麼多理論 可是我自己抓到的那個重點是在這裡 因為回過頭來 這樣的XX我不要的時候 那個XX就如同他在談到那個拉卡理論的時候 其實你還講到說 這是一個楊聚的象徵 那楊聚是父親 事實上在談到他變成父親的時候 所以人都想要變成父親的角色 所以你看齁 當我講XX的時候 我要給他填入一個內容 也就是說 媽媽到底想要什麼 我要滿足媽媽的慾望 那個XX究竟是什麼 他找到那個XX 跟那個XX找到不是媽媽想要什麼而已 而是我要變成那樣的東西 所以當 其實說這樣的XX我不要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什麼XX跟我是什麼聯繫在一起 所以其實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談一個詞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剛剛那個陳醫師在解釋的時候 其實就算那個是父親 其實他用很多種方式在解釋 那個其實就要講說 到底他有什麼樣子的內涵 例如說他講伊迪帕斯 他說後來這個父親其實是一個順服的角色 或者是什麼 可能 在剛剛講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談到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回到那個時候 你把那個我給帶進來的時候 所以當我講這個XX我不要的時候 其實他帶給你一個是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語句的結構 語句的結構就是 那個XX其實在映照的是那個我 也就是說整個語句裡面 並不是他們只是各自分離的結構 的組成元素而已 事實上其中某些語句的組成元素 對於另外一個組成元素的理解 或者它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是有重要的 是有重要的意義的 這個是我從陳醫師的說法裡面 如果從邏輯上來看的話 我大致上會從這裡看 因此 當我要了解我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了解我 我從我一般回來講 當我講說 這樣的台獨我不要的時候 我要去考察的是 究竟這個台獨是什麼樣的意思 那為什麼我要去考察這個台獨究竟是什麼樣的意思 很重要的是 當我考察我所說的這樣的台獨 不管我要或是我不要 它是什麼意思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把我自己是什麼給映照出來 可是這種是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很特殊的東西 也就是說 你已經假設了一件事情就是 在一個語句當中 語句的意義 它可以自身可以相互支援可以去增生 它不是固定的意義帶進去的 所以當你去問說 台獨的本質是什麼的時候 如果在這個語式的結構裡面 你把台獨的本質給了一個意義之後 它事實上就在說你是什麼 可是當你是什麼的時候 其實你又回過頭來說 是我嘛 我才是想要這個台獨的 或我是不想要這個台獨的 你又給台獨另外一個意義了 所以它就不斷在這兩個利益的一種 相互的影響之下 它會產生轉變 所以我剛剛在看的時候 大致上會談到就是 在語言當中 語言有所謂的意義 意義它並沒有固定性 意義怎麼樣被決定呢 是來自於我們怎麼樣去談 語句當中 字句字 所謂構成語句的那種文字的單位 之間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我做一點補充 謝謝 很謝謝邱老師的補充 不過因為邱老師的補充 我想要 想要提醒我的 我沒有講到事情 為什麼那句話 這樣的那個 插插我不要 會引起這樣的反應 然後幫大家學習 包括我自己也聽得 覺得很順口 雖然我沒有這樣說 也很重要 因為那個接近semiatic 那就是一個 我們失落已久的 跟母親的關係 至於說最後 這個Claire Steva 講到所有的這些 什麼認同政治 最後都導致極權主義 那其實 這個當然應該是講一個 不受節制的 事實上 一個不受節制的秩序等等的 都是有這樣分的 但是 事實上我們也應該要想 什麼東西 不受節制會沒有 會有好結果的嗎 好像也沒有 實際上我們要說 並不是說 從一開始就否定性別 認同 否定 對 性別 女性主義也有人反對 包括內變性者 他們認為 講女性主義 就忽視了這些第三性 第四性的存在 他們也可以這麼說 任何的認同 其實都可能忽略了某些東西 但是 那並不要是我們 不應該有這些認同 而是說我們要有節制 要有彈性 要認識到這些差異的可能 好 那下一講 講 英國 那個 1970年的 Beyond在一本書 《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他提到了 Having pain without suffering it 他說 Melancholia是一個 處理 pain 的方式 就剛講了 那在Beyond的裡面 他認為suffering it 是有代表的能夠去 undergo 就是一個去經驗他 理解他 去忍受他 認知他 認知他自己 而且同時認知自己的 無能 無力的狀況 在那個loss的狀況 他講的是psychic pain 但是其實在其他片一樣 認知自己的無力 沒有辦法對抗這個失去 或者沒有辦法對抗自己身體的某種病痛 而且在這個同時 是了解的 是忍受的 是 那 相對的 那個 Having pain 是否認這個失落 然後 在這個同時 他把 所本來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好的東西 包好的課題 或者至少一部分是好的 或者身體的舒適等等 這個外在課題 或者一個感知 不完全是我們控制的東西 他可能有自己的慾望 可能有他自己的特質 那 或許神對我們有些好處 我們應該要對他能夠感知 他把它想像成一個課題 是完全沒有自己的能量 然後 我可以控制他的 我甚至 我可以把 我可以丟掉他 可以吃掉他 吞進來 當我要的時候 我就have 我是有他 那我不要他 我就不要 丟掉他 那 而不是一個 而不是一個 去真的跟他建立關係的狀況 他說 這是對一個object的derealization 就是 否認那個課題的本質 那 所以 他說那個psychic suffering 只能夠再有一個psychic reality 一個精神現實 能夠建立一個健身現實的狀況 然後能夠區變外在和內在的現實 然後 區變 身體的現實 身體的physical和psychic現實的狀況下 我們才可以有一個suffering 就是一個 剛講suffering那樣的關係 而不是一個having 中間還包括一個我們的主動的去接受這個狀況 接受這個psychic reality 這是Hannah 就是Hannah Siegel說的 這是一個在depressive position 在憂鬱形式裡面才有的能力 那什麼是憂鬱形式 待會我會講 那在這個憂鬱形式之前 我們只能 我們是處在一個pranoid schizoid position 就是妄想分裂形式 在那個形式裡面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區變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 對外在的世界 對我們身體的感覺 是在一個具體的狀況下 不過 我剛剛講的現在是 也像天書一樣 好 我們看看這張圖 我們或許可以說這個小朋友在說 他在說什麼 這樣的打針我不要 這樣的痛痛我不要 那 小朋友為什麼要哭 當然我們會說 一個最直接的理解 就哭嘛 痛當然就哭了 怎麼好說的 可是佛洛伊德或者 精神分析隊認為 他們在想像藉著這個哭的過程中 他們能夠把這個不舒服的感覺丟出去 把這個痛的感覺丟出去 那可是這只能在想像 只可能在想像中發生 然後他們在這個過程中 他沒有辦法認知到這個痛 其實沒有辦法借著哭丟出去 或者說他就內在自己身體裡面 可能對他是有某些意義的 不管是代表他生的某種疾病 或者說他就是為了要不要得流感 所以打流感疫苗 他沒有辦法思考這些東西 在文章的時候裡面 我們去打疫苗的時候 大概仍然會痛 可是我們大概不太會哭 但我們能夠理解那個痛是怎麼回事 知道我們哭了 那痛還是痛 知道這個痛對我們的意義是怎麼 因為打了真 因為我們不想要得流感 然後 當然打真會那麼痛 其實有部分可能是因為小時候 媽媽都這麼說 你再不怪叫打真 實際上 這個疼痛 身體的疼痛 其實在我們的經驗中 其實常常有別的意義 包括處罰 這會讓這個痛變得更痛 因為不只身體痛 心理也痛 因為這個世界不愛我 因為媽媽不愛我才痛 所以我剛才說要講 一個 Having pain 處在一個paranoid scale 就是幻想分裂形式裡面 那什麼是幻想分裂形式 幻想分裂形式裡面有 Position 我們那個台灣技能分析學會 都翻譯成形式 形狀的形式力的詩 為什麼不翻譯成為智慧 不知道 好 那 它有幾個特點 一個就是part-upject 就是它 在六歲以前 而不是六歲 六個月以前的小嬰兒 它沒有辦法認知到母親是一個母親 它頂多只能認知到乳房 那 所以 它認知的課題是部分的課題 那 在這同時 它會使用一個spreading 的defense mechanism 我一開始講 Floid defense mechanism 我提到 會把這個世界 外界分裂成 好的 壞的 但它 其實在那個小時候是分裂成 滿足我的需要的 和 不能滿足我需要的 然後 它會有一個protective identification 會把 自己不想要的感覺 或者 有時候自己想要的感覺 投射到外界身上 然後 甚至認可外界 就這個樣子 因為 沒有辦法認知到 外在的課題 媽媽是一個媽媽 是一個人 它只知道乳房 甚至它沒有辦法認知到 那是另外一個生命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同理 它沒有辦法去理解 另外一個生命 會有感受 等等 所以 在這個 因為下面有人講 我大概 講話一點 在六個月以前 處在這個 paranoid 或者有人說是四個月以前 paranoid schizoid position 是怎麼樣的狀況呢 paranoid 是說 在這個stage裡面 有一個 最重要的 central paranoid anxiety 就是妄想的狀況 它會很害怕外界的力量 傷害它 那但是呢 Melani認為 這個 認為外在世界 傷害它 認為外在有惡意的 其實是它把它自己的 死亡本人 投射出去 那在這個 PS pollution裡面 它們會使用一種 splitting defense 它會把它 不想要的感覺 壞的感覺 比如說包括肚子餓的感覺 然後投射到外面去 然後會讓它 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那個感覺它不行 怎麼樣 那肚子餓的感覺 就不只是肚子餓 包括那個危險 因為包括可能快要餓死了 很餓很餓 甚至在那個同時 肚子餓的想像裡面 包括有一個外在的力量 是要傷害我的 是要把我餓死的 是要害死我的 那於是 就造成了一個 妄想的狀況 那當然在這同時 有一個splitting 就把一些壞的感覺丟出去 很有想盡可能把好的感覺 可能幾個小時前 吃飽飽很舒服的感覺 留在自己身上 這個是 我剛才講 他可能只認知到這個乳房 而不是母親 而且乳房也還分裂成 好乳房和壞乳房 明明是同一個乳房 可是在他肚子餓的 沒有被餵的時候 他就會想像有一個壞乳房餓死 他沒有想 那小小baby 這個當然 克萊爾也是觀察了很多嬰兒 想得到結婚 那他認為 他認為這個小嬰兒 沒有辦法理解 那是因為好乳房不在 媽媽在瞞別的事情 所以他餓肚子 他會認為是有一個壞乳房 故意要餓死他 當他喝飽飽的時候 有的喝的時候 他就認為這是一個好乳房 那這個好乳房 跟壞乳房 當然是不同的乳房 在那個嬰兒的世界裡面 他會認為那是不同的乳房 那於是這個壞乳房這種壞 居然要把我餓死 我當然要攻擊他 要把他破壞掉 那可是我要破壞這個壞乳房 這個壞乳房 會不會想要報復我 我如果沒有一次把這壞乳房毀滅 當然沒有毀滅 下一次我肚子餓又還沒味道 所以這壞乳房顯然又出現了 所以我上次的憤怒起來 沒有毀滅這壞乳房 這壞乳房一定會報復我 一定會再加強的懲罰我 所以我會覺得這壞乳房是更對我具有敵意的 將這樣的想法重複出現更強壞以後 那個小嬰兒可能處在不安全的狀況 但他經常的有被好的感覺所包圍 然後這種攻擊等等的 不會經常的出現這種被害的焦慮 沒有太強烈的時候 小孩子可以繼續成長 健康的成長 那其實呢 好的感覺也可能會被投射出去 什麼時候會被投射出去呢 就是當一個人覺得 包括小baby 包括成年人 覺得自己沒有辦法去保護 自己內在的好的感覺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 也把這好的感覺投射出去 這個好的感覺才能夠 好東西才能夠保護我 在成人身上的歷史 那個Client的歷史是 比如說我們要接受一個手術 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生病了 我們沒有辦法處理事情 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我們會想像那個外科醫師很棒 那個手術絕對不會出錯 那一定會把我醫得很好 一個理想化外科醫師 他說這個就是理想化 我剛剛第一段有提到的理想化 那個曾經被理想化的陳水蓮 或曾經被理想化的某種運動 某種意識形態 某系 這是我兒子 這個時候應該還在那個 PS position 還在 他就說剛好半歲 那不對 會做的 所以 正要進入depressive position 的時候 因為這個嬰兒會發現 他開始有 他認知能力比較好的 他的大腦發展比較好的 也包括他之前在那個 PS position 受害的焦慮沒有太強 persecular anxiety沒有太強 讓他沒有辦法發展 讓他可以認知到 原來媽媽是一個媽媽 乳房是同樣的一對乳房 我兒子是喝用奶瓶味的 那或者說 總而言之是 這個世界 他以前以為壞的東西 其實也是跟好的東西同一個的 那 這會讓小孩有罪惡感 會讓嬰兒感到 深深的哀愁 為什麼呢 因為糟糕了 我以前居然對一個 對我那麼好的媽媽 那麼生氣 我曾經想要破壞她 那個 他會開始關心課題 害怕媽媽這個好的媽媽 受到傷害 因為他 尤其他自己過去 還真的在想像中傷害她的媽媽 這個稱之為 depressive anxiety 所以 在這depressive anxiety裡面 那個client命名為 depressive position 就是UV心理位置 對 這個翻譯就比較可以理解 不過 不是 不是台灣基本分析學會常用的翻譯 好 那個相對於前面的 PS paranoid 妄想分裂形式 的位 妄想分裂形式之中 比較 具於核心位置的是 叫做 妄想性焦慮 所以就是認為外界會傷害她 這時候嬰兒 理解到課題是獨立分離的 不受嬰兒控制 有其自身的特質 不是嬰兒想像的 投射的東西那樣子而已 這是另外一個失落 因為他沒辦法控制這個課題 當然要能夠承受這樣的憂鬱 這樣的失落 他才能夠真正的關心課題 另外一個人 因為這另外一個人才最好意義 像這樣可以關心嬰兒 當然第一個關心的還是母親 不過這個能力可以擴張 關心別的小寶寶 他也說 depressed position 會持續逐漸的成熟 整個 life span 都是這樣子 在這個 depressed position 裡面 他有能力去 就我剛才講的 能夠理解到那個挫折 他以前以為是壞課題的 其實跟好課題是一樣的 就同一個媽媽 在這個時候 剛才提到罪惡感 grief 哀山的感覺 還有想要去修復 因為我上個月 在想像中把我母親傷害了 打成重山的傷害了 所以我會想要把這個母親修好 這個修復的動機 會成為在depressed position 裡面 很重要的心理現象 這時候他也認知到 他跟媽媽是分離的 這個分離也讓他 剛才提到的 對於他之前的那個 傷害母親的衝動 那個 傷害性的衝動 開始會感覺到有罪惡感 而在這同時 他媽媽暫時不在他旁邊 暫時沒有餵他的時候 他不像之前就會覺得 那媽媽是壞媽媽 是壞媽媽 是壞婆要害死我 他反而可以去理解媽媽 去思考媽媽 就剛才提到一個象徵的作用 像這個作 Forda是那個 波羅伊德都開始認真討論的 在練習那個操控課題 那個一下子把它丟出去 一下子把它拉回來 事實上 真正的課題 母親沒有辦法 像我認為 我們這樣操縱 丟出去拉回來 可是嬰兒想要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玩具 Forda 似乎是很多文化裡面 都會出現的 另外一個類似的 是pick up 就是母親把臉 這個度又放下來 讓她 開始發展一個象徵的能力 發展一個 當母親不在 她想愛的東西不在的時候 她可以 她可以去 仍然理解她的存在 那 在depressive anxiety裡面 她剛才講 她的anxiety 她的焦慮 不再是 我會不會被外界傷害 而是我會不會 曾經傷害了外界 傷害了他人 而且她的同時也 她知道她是可以傷害他人的 在這個同時她發展出了同情她人的能力 開始有責任感 負起責任 對她過去對她人造成的傷害 可以負起責任 或許可以關心他人 也可以 也可以去認同 認同那些過去曾經照顧過她的人 然後學一些 佛羅伊德講的認同幾乎都是 小男孩認同 爸爸在伊底帕斯期之後 但是 Client認為 其實在depressive position 六個月開始 小孩子 小嬰兒 或者那個學部兒 就開始認同父母親了 因為是曾經照顧過她的人 她說這樣的一個 能夠進入depressive anxiety 是進入社會生活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也包括能夠建立人際關係 很重要的因素 那我這邊為什麼會特別強調 人際關係 是因為 看到最後一張圖就知道 包括這樣的一個人際關係 照顧她的人 剛才提到的 depressive anxiety 是在depressive position 會出現的 害怕自己傷害他人 一個關心他人的anxiety 那 在 ps position paranoid schizado position persecuted fear 或者paranoid 的anxiety 是擔心別人會傷害自己 那是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 想法或精神 那 天英提到 甚至也開始能夠愛 能夠尊重 等等 好 那 其實 可以提到在depression 會應用的 defense mechanism 包括manic defense 還有 reperation 同樣是 V10L會出現 等等 但是 她在這邊會 特別強調 特別認為是一個成熟的 是reperation 修復的能力 那 但是 一個人能夠 學習去修復 必須她之前的罪惡感 她 對她 所愛的 刻底的傷害 所引起的罪惡感 不至於太強 強烈到 讓她絕望 那 而 但是卻 這個罪惡感又足夠強烈到 讓她 想要 去關心他人 甚至 在同時能夠 保有希望 在這樣的狀況下 reperation的運作可以 讓心理有一個正向的發展 而不是一個正向的循環 而不是一個負向的循環 然後在這同時可以發展出 創造的力量 Cline認為 這個reperation的力量 動機 是所有的創造性的活動 藝術創造等 或者是人類的成長 為了成長一個很核心的動機 很核心的力量 很核心的力量 那 這是 潘朵拉 那 為何會發現潘朵拉 因為 潘朵拉的瓶子裡面 最後留下的就是希望 那 我剛才提到 其實這個reperation 是必須要留 還保有希望 才能夠做的 而不是絕望 好 這個 如果剛才講的太 太 看了一堆英文字太 那 可以提到 美安也認為 在reperation 愛的能力 與修復息息相關 那 源於罪惡感 與對他的關心 那 面對失落與焦慮 這個焦慮包括 自己也不完美 世界也不完美 媽媽也不完美 但是 但是 確實 仍然是可以努力的 可以愛的 在失落 串山災難中 能夠存活 還能夠 保有希望 予以補救 那 好 我們跳過 好 好 那 這個是我兒子 四歲的時候 這個 有人看得出來 他手上的那個基督 他做的是什麼嗎 槍 槍 你們怎麼看得出來 我都看不出來 他的槍 還是你看到 知識秀的槍 好 不過他告訴我是槍 那個 他那個 他叫大皮蛋 我叫老皮蛋 那個 他會 他才用樂高做人P的形態 然後就說 誰是壞人 陳寶槍拿來 砍壞人 我都跟他說 他忍弱小明 小明也不一定是壞人 壞人也可以變成好人 如果壞人真的沒有變成好人 把他關起來就好 那個小朋友聽不進去 然後我又跟他解釋 其實我實在是很不喜歡 小孩子一天到晚 那個拿刀拿槍的 那個 砍壞人的 因為我跟他講 那個 那個 這個西班的智慧家 有很有智慧的哲學家 說過 比比健和槍更有力 結果他居然就拿起那把 那把他做的槍 然後就說 這個是壞人 摸摸摸是壞人 這個是陳寶筆 這個筆可以批壞人 這個筆可以批壞人 不過其實他提醒了我 其實以前在網路上常常常用筆來 用筆教訓別人 才講話很不可惜 那跟拿槍也沒什麼差別 那 所以我要說的是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然後跑到那點在一起 認為外界是危險的 他躲在 雖然他講 他是說是陳寶 想帶陳寶的意義就是一個 保護自己的東西 那他躲在裡面 然後外界是危險的 然後他還可以 他還可以傷害外界的壞人 壞的東西 好 那 這個呢 有人看得出來 這是什麼嗎 應該沒有看出來 這是我女的小女成長看的 但是他坐的積木是什麼 他坐的積木是什麼 他坐的積木是什麼 嗯 很好 還有嗎 右邊的積木 應該看不出來 我也看不出來 不過他說呢 左邊的是救護車 右邊的是醫院 他那時候是四歲半 現在已經小五生小六了 他從小就幾乎不太會打人 除了打爸爸以外 其他人呢 他不會打別人 那別人打他也不會還手 但是他就會保護自己 會要求他人道歉 他不像那個弟弟說 傳說誰是壞人 他去做藝術創作的時候 不像剛剛講積木年度 他最有興趣的題材 就是醫院和救護車 我會認為那是代表了修復 就剛剛提到的 Deporation 一個就醫治醫療的功能 所以 這個是修復出正義 因為 好 我是 這邊好像有費死聯盟的人 我曾經 跟費死聯盟很多互動 包括有一次演講 就是跟費死聯盟合伴的 好 所以 這個 這裡面有幾張slide 是我在 在跟費死聯盟合伴演講的時候用到的 就講到reparation 好 剛講到reparation 其實在社會科學上 有一位很重要的學者 曾經說過類似的話 Max Weber 在1919年的政治做一種事業裡面 他說 誰有自信 能夠面對這個 從本身觀點來看 愚蠢 擁俗到不適合自己現身的地步的世界 他卻仍然氣力不愧 能夠面對這樣的局面而說 即使如此 沒關係 我會繼續努力 只有這樣的人 才有以政治為事業的使命 以政治為事業的召喚 就像剛才提到的 能夠看到這個世界的不完美 能夠看到這個世界 人家可能是有危險的 可能是怎麼樣的 然後曾經虧待我的 或等等的 我仍然也同時看到 這個世界曾經幫過我 曾經有很多好處的 我曾經也對這個世界有所謂 我會繼續努力 我會試著去修復一些 我沒有 修復一些 我可能造成傷害 或這個世界不完美的地方 只有這樣子 才有證據做一種自業的召喚 他如果認為爭取婚姻平權 是一種自業的話 如果想要爭取那些同婚者 在爭取婚姻平權的路上 我一定會被反同者剖粉 然後講一大堆難聽的話 然後會碰到 可能路上的合作人 當然不會是反同的 但是可能是種族主義者 最後成果可能會被某個政黨收割 而且這段實現婚姻平權 仍然會有家暴 會有貧窮 會有階級壓迫 暗空氣污染 但是我們可以繼續努力 我們仍然可以繼續爭取婚姻平權 實現婚姻平權 或者爭取實現一個更好的實踐 大家知道這部電影 為你而閱讀 這個曾經是納粹的人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也學會使用象徵 學會使用文字和語言 然後雙方都試圖練習去修復一些東西 雖然很遺憾的 最後這個清納粹黨員自殺了 但我想那個自殺是有意義的 應該是他去察覺到了自己 對世界曾經造成傷害 同樣的在爭取性別平權路上 文然會有碰到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 但我們可以繼續努力 做生態保育運動的人 要實踐社會公平的人也都一樣 會碰到討厭的人 跟我們一起可能還要合作 會碰到被別人剖分 可能會被收割 可是我們繼續努力 就像偉婆說的 做為一種職業 建國做為一種職業 我們會被帝國主義者剖分 天道主義者剖分 可能會碰到一些沙文主義族 真的會碰到 開獨運動裡面真的有沙文主義族 可能會被別人收割 就算建國成功 可能海岳世偉 空氣無暖等等 不見得一定同時解決 雖然有可能可以做更好的解決 但是不見得同時解決 可是我們可以繼續努力 那當然除了努力建國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過得 再一個打造一個新國家 是一個人能活得更像人的新國家的時候 我們除了建國 可能也同時還要注意各種社會問題 雖然可能有些人更專心建國 有些人更專心做婚姻平權 做性別平權 做環保 但是這些是不衝突的 就像這樣子 他們是可以合作的 這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還有亞馬遜獨立運動主義主欄者 這個是一個水生動物保育運動者 以及環保運動者 以及亞特蘭提斯獨立者 這個是一個善心的資本家 還有點良心的 據說他最重要的超能力叫做我很有錢 這是一個勞力工人 出賣勞 重勞的可能是在建築工地的工人 這個是一個少數民族 然後同時可能在智力反族運動的爭取 各族群平等的非洲原住民族 這是一個青少年四文化的代表 可能是做少保護的 他們是可以合作的 雖然我不覺得應該是合作打壞人 因為壞人其實沒那麼多 應該是合作讓這個世界更好 包括讓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面 我們可以沒有那麼多的壞人 人可以不會變成壞人 這個世界 好 以上是我的電路 只要聯繫 不知道各位有什麼要回應的 謝謝 謝謝 其實時間應該是大家 我講一個 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因為 他 這個 陳醫生有兩個小孩 一個是坐醫院 跟救護車 這是修復 拿槍壞壞人的 為什麼不是修復 我們每個人都要去打別的國家 說我要修復世界秩序 為什麼他不是修復 我現在講的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在談這個詞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有預設了一些聯想 可是當你要談文字 做這個詞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給他一些意義的時候 你已經在排除另外一些意義了 其實當你在講說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那個問題說 這要台獨我不要的時候 如果你把修復當成核心的時候 我們的問題是在於 我怎麼樣去跟 要以 努力去修復世界秩序 跟以和平手段去修復秩序的人 我們共怎麼樣合作 去修復 去做修復 但是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什麼 我們是看起來我們是對立的 可是核心上我們又是相同的 怎麼辦 可是剛剛陳醫師的做法 讓我感覺到 我們不可能跟他們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那個就是不要壞人 我想要改變他 壞人可以關起來 你的手段是不好的 甚至他要自我反省 可是自我反省之後 可能繼續打比賽 那我要談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進入這個核心問題 如果今天這樣要台獨我不要 不管 如果他真的不要台獨那是個問題 如果他要台獨 當他設這個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在核心上面 我們還是一樣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是要去認定的事情 然後再來 再來我覺得下一步就要去看 我們如何在看起來對立的東西 之前我們找到一個協調性 我們剛剛做了很多的理論上面的去說明 我們把它分成不同的方式來去解釋它 可是這個解釋 對這兩者進行合作 像陳醫師剛剛講的 這個 幫助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幫助是 讓我們把陣營化得更清楚 而不是合作 這個是我剛剛看到的 謝謝 謝謝邱老師 邱老師剛講的一件很重要的 其實那個 不要壞人或等等的 也是 也可能是一個修復 就像 我最後單照片 我猜要選 是不是應該選無國界醫師 而不是選正義聯盟 不過無國界醫師就沒有那麼多 各種不同身分的人 看起來都是同樣 搞不好拍出來都白種的人 然後都穿同樣的衣服 另外 正義聯盟當然有暴力 裡面就是 它會用暴力教訓 不過還好 據說裡面很多 好幾個成員都是絕對不殺人 或者至少是盡量少殺人 我們其實或許沒有辦法完全避免暴力 比如說包括要保衛自己 包括要 甚至我們把這個暴力的意義擴張的時候 當我們設立國界 建立國界的時候 那就是這種暴力 我們不得不有國界 不得不排除某些人 雖然我們可能還是要幫助他們 甚至不只是國家 當我們建立一個政治組織 當我們建立一個社團的時候 那都有界限 那都是某一個意義擴張 就是某種暴力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去使用最少的暴力 或者盡量讓這個暴力 造成最少的傷害 最溫和的狀況 那當然 我最後講的那句話 其實想要說的其實是 包括韋伯的 其實想說 對啊 你可以不要那個 不想要殺人 如果台獨真的變成 台獨的結果是一個 父權的台灣國的話 其實我也不想要 可是這個說法說 這樣的台獨 我不要 其實聽起來就是我剛才講的 相對而言 比較是那種 ps position pronate position 的說法 雖然很坑槍有力 雖然有某種 召喚情緒的謀利 然後講起來很順 可是其實更整合的說法 應該是像Weber 以政治做一種召喚 職業說的 雖然怎麼樣怎麼樣 沒關係 我們繼續努力 好 因為現在時間其實有點超過 那 現在是9點40分 那我們 希望在10點中結束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有 第幾開放題 那第一輪就先開放3 這樣 問你先 先等一下 等一下 你好 我想 我想問你一個比較偏理論的問題 就像 剛才你說講到那個 佛洛莉德 那孩子對父親會有 一滴 一滴怕失情節的教育嗎 那麼 父親對於 逐漸成 逐漸狀大的孩子 應該也會有一種 焦慮的表現出來 那我曉得他 這邊有做什麼樣的解釋嗎 父親對孩子 對於 逐漸壯大 就是 甚至會威脅到 一架之主為止的時候 那佛洛莉德 這邊有做什麼 解釋之類嗎 我想問老師 就是那個 拉綱 就是為什麼 我剛才不是很了解 就是為什麼 那些台獨運動的時候 會出現很多 女性主義者 沒有 我們一式就先三個 好 問題比較長 你問題比較長 沒關係 好 那 老師我的問題其實是 關於今天這個主題 這樣的叉叉我不要 就是我在聽完 剛剛兩位老師的介紹之後 我覺得這語句其實 有三種不同的類型 在我看來這三種完全不同的 那第一種是 我那個 第一種 我直接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說 沒有同婚的台獨 我不要 另外一個是 沒有做家事的女兒 我不要 我在這兩個例子裡面 看到的是說 這兩句對話 其實是說 我要女兒 但是我要的女兒 是要會做家事 我要台獨 我要的台獨 是有同婚的 其實它同時在表示說 我在講這句話的對象 它一定是支持台獨 或者是她是我女兒 想要當我女兒的人 我在做一種情緒勒索 要求她符合我的感覺 我在跟他說 我是跟你同一邊的 所以你要聽我的 那第二個劇情是說 這不是肯德基 我不要 那這意思其實 只是單純一個是 發洩情緒 這不是肯德基 我就不要 然後如果我看到 有路人在地上說 這不是肯德基 我只會說 然後就走掉 但如果今天 我兒子在旁邊說 這不是肯德基 這不是肯德基 好啦 爸爸賣給你 這其實是對象的差別 這兩句話的目的在於 對象不同 會產生不同的目的跟方法 那第三個句型 就回到剛剛的 醫生舉例的 有一句話是說 國民黨附庸的女權運動 我不要 好像大概是這樣 這其實比較偏向理性分析 就是權衡過後說 我這個女權運動 用什麼方法 之後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那我選擇用作為 國民黨附庸的形式 去完成女權運動 會得到一個整體來講 不是那麼好的結果 所以我不要 那我看到這三個分別是 第一個是 很有計畫的情緒勒索 第二個只是 單純的情緒發洩 第三個是 理性權衡 經過邏輯辯證的結果 那 因為剛剛醫生的討論 還有教授的討論 沒有把這三項分出來 可能是說 是不是有在某一個尺度上 這三句話有一樣的意義 可以用同樣的模式去分析 或者是說 有我沒有想到的地方 因為我的問題是 其實你剛剛提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 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 當我們去理解一個語句的時候 其實它同樣的句型 但是事實上 當它放入不同的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可能是不同的句型 對不對 也就是說 這樣的XX我不要 等它放進去不同的內容的時候 它可能屬於你剛剛講的 三類句型的其中一類 我想你的意思是這樣 但它分類它有一個標準 第一個 你講的是一個對象性的問題 所以你的第一類 可能就談的就是那個對象性的問題 再過來那個肯德基 那個只是一個情緒的發洩而已 其實情緒的發洩這個 這兩個句型的分辨 你大概是看的是這樣子 第一個是什麼 你把那個所謂的女兒跟我之間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選緣關係 或者是任何一個關係 你把它做一個緊密的連結 可以嗎 我認為說 其實這裡面涉及到 是我跟肯德基之間 我可能沒有那個緊密的連結 你跟你女兒之間 或我跟台竹之間 是有一個緊密連結的 你等一下去考察這個 所以因此呢 其實這裡面比較涉及到 我剛剛講到的 語言的意義 與詞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要去考察 但是我剛剛只提出來 意義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你注意到的 可能是更多 就是對象上的一個關係 因為它可能不是在評估我 而是在談我跟某一個東西的聯繫 那我現在的 我現在的 會去說明的一件 我想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說 這種語言的分析 其實我可以有很多種的句型 句型會有很多種 可是例如說 對我認識一個人 他懷孕的時候 他非吃肯德基不可 他懷孕是不要吃炸的東西 這現在基本上是常識 好嗎 所以當他講說 這樣的肯德基 我不要的時候 這絕對不是一個情緒的反應而已 就算不是可要可不要的 他基本上 對於來講 肯德基對他講 那個關聯性是很緊密的 所以我覺得 現在問題不在於 有幾種句型的問題而已 到底它是涉及到哪種句型 這很重要 可能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當我要把這句話 歸類於這個句型 它的依據在哪裡 可以嗎 所以我回到那個依據的問題來 我跟我女兒之間是血緣關係 我主張說 這樣的台獨不要的時候 那我跟這個台獨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它是需要被釐清的 因此 當你講這樣的台獨我不要的時候 我就認為你不要 為什麼 我怎麼樣找不到你跟台獨的關係 所以你要的 你不是這樣的台獨不要 你是我不要台獨 不管哪一樣我都不要 所以在講 像剛剛老師講到的對象的一點是說 我會強調對象是因為 我不會對一個支持同一的人說 沒有同婚的台獨我不要 如果我今天對愛國同心會說 沒有同婚的台獨我不要 愛國同心會則說 好啊 那你就不要 但是 當我說出 沒有同婚的台獨我不要的時候 我的對象往往是跟我一樣支持台獨的人 我的要求其實是做一個情緒勒索 就是我今天對女兒說 沒有做家事的女兒我不要 我對象是一個想要做我女兒的人 那其實我是在做一個情緒勒索 那為什麼我會說 我不要 這不是肯德基 只是單純的情緒發洩 是因為 我當下只是一種非常強的情緒 我就是想要吃到肯德基的炸雞 不管是誰來 我都想跟他講說這不是肯德基 我不在乎他是誰 那我覺得第一二項的差別在這裡 就是第一項的那個劇情是會選擇對象 但是第二項的劇情不會 我稍微回應一下 很多人喔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結婚啊 有人有結婚的人 這樣的老婆不要 你連老婆都沒有 可是你可以講出這樣的劇情 我現在意思就是說 你談那個對象性的問題 他不見得一定有一個現實的對象 他作為一個對說話語的那個對象 所以其實你預設了一個情境 你已經有女兒了 你才會講這樣的女兒 我不要 對不對 我們常常看電視新聞 這如果我兒子 我兒子 我沒兒子啊 你懂這個意思嗎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語言喔 它有本身 它語言本身的特性 當你開始使用語言的時候 你有一個使用者的 所以其實你在談那個對象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在談 不只是對象 因為我剛剛在跟你談 是語言結構上面之間的關係 可是你已經談到使用者 在使用這個語言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對象 已經造出這個情境出來了 所以在這個意思下 我才會做這樣子的一種方式去做說明 所以我覺得 你剛剛講的這樣子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當我們一句話出來的時候 當我們越陳述越多 我們越偏襲的時候 越能夠清楚自己 是如何在使用這句話 你到底背後的思維的結構 究竟是什麼 好不好 好 那我也先走你的問題 因為你剛剛提到那個 對象的問題 其實很重要 不過我最後 我那邊引的其實不是說 那個什麼 國民黨附庸的 信憑運動目標 是說 有國民黨附庸參加的 性比運動 只有跟那個 有殺豬參加的台獨 運動目標 做對應而已 那 你剛剛講 那個對象的不同 的確對象不同 而且 其實 效果也有些不同 那聽到的感受 可能也不同 那可能也有些 的確是一個現實的策略考慮 所以我剛剛提到 其實有想說的一點是 其實不管對象是哪一個 這樣的劇情其實都 都比較牽涉到 三家人講義外的粗暴 可是 在我 我就覺得 那比較是一個 PS-permission的狀況下 一個 萬想分裂形式狀況下 說出來的話 而不是一個 depression-permission 一個 有guilty feeling 一個想要修復的 一個 有修復動作的 也同時他的那種吸引力 那種 引發情緒 不管是認同或者 反對的情緒 也來自於 他的那個劇情 也是跟那個 Semiotic 就是Claire Stieva 提到的那種 比較早的 跟母親連結相關的 那種 那種表意方式有關 所以他可以引起 比較強烈的情緒 當然 如果我們跳過這個東西 跳過這個東西 要去講那個 動機的話 其實這樣的女兒 我不要 在表面上當然是說 我想要你怎麼樣的女兒 可是精神分析學者 可能會在這個時候看到 其實潜意識裡面 他可能真的根本 不要這個女兒 不過當我們這麼說的時候 如果我在 診療室裡面 我這麼說 經過一千個小時的分析 我說出這種話 那個是分析 如果今天看到一個人 我說你根本不要這個女兒 你的潜意識裡面是這個樣子 那個叫做粗暴 那個叫做 那個就不是分析 那個其實只是一個 獻人入罪而已 只是一種指控 所以我只是說 那是一個可能 不是說他就是這樣子 同樣的 這樣的態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指他要另外一種態度 不知道 雖然他 你剛剛講的時候 他一定會跟台獨分子說這句話 不會跟統派說這句話 可是說話的人真的是台獨嗎 還是他說他是台獨 或者說他才真的 其實我們不太知道 都有可能 那甚至 當然 經濟分析師 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還會否認 我是台獨 經濟分析師 還可以說 不是你的潜意識裡面 不是 我剛才講 我們不能在 只能在診療室裡面 說這種話 不能隨便 剛才有另外一個提到 另外還有小舅舅 那句話的傷害性 這樣的女兒我不要 雖然可能意思是 我想要你怎麼樣 可是當用這種句型說出來的時候 對那女兒絕對是很大的傷害 甚至這樣的炸雞我不要 這樣的漢堡我不要 雖然那個爸爸媽媽沒那麼困擾 或者男的女朋友約會的時候 另外一個沒那麼困擾 去買另外一家的餐廳就好 萬一沒有另外一家的餐廳呢 而且 我相信 聽起來 仍然是稍微讓人不舒服的 雖然講的人 可能比較爛 那 比起來 我想要 比起來 我想要另外一個 我想要這個大優 我想要 我想要什麼 私隙可能 會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可以討論 剛才有一位提到 伊底帕斯情節的問題 那佛洛伊德有沒有講到 那個父親怎麼樣呢 很抱歉沒有 他救活所說是沒有 他不太 或者說他偶爾有討論到這個文化 怎麼樣去壓抑 或者社會怎麼樣壓抑 人的欲望 可是他比較是從那個 從那個 伊底帕斯的解決 就是他 他必須要學習這個社會 順應這個社會來講 而不是說父親做了什麼反應 那我們或許可以講 剛剛那個 瓜塔利和德路子講的 好像是父親做了什麼反應 不過其實他講的父親 或者拿看直接講父之名 他其實講的也不是父親 他講的是一個社會秩序 那個 趙拉看自己就說過 父之名不是真實的父親 那個養物不是養具 就是 養物不是淫金 Feders不是Penis 然後Father Name or Father不是Father 聽起來好像到口裡 不過他的確就是這個樣子 有關但是不是同一個東西 好 那 總而言 大部分的經濟分析理論 都認為這個社會 對這個 嬰兒的成長是 起著某種程度的 壓抑或潛意的作用 可是 但是 科體關係學派 也和那個 自體 Coholt Self-psychology 自體心理學 都看到那個助長的部分 扶持的部分 那當然這種壓抑或潛意 您的佛洛依德認為那是必要的 也是一個修飾 讓這個 不受抑制的那個趨力 可以有一個更有建設性的 更有建設性的發展 比如說文化創造 藝術創造 等等 那對不起您的答案問題 我就我忘了 請問為什麼會 欣賞很多女性主義 怎麼在講 我剛才 其實 台獨 其實很有趣的是 兩年前選舉 沒有到兩年前 2016年出選舉的時候 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就我看到了 至少就我看到了 那可能是我的同婚層的限制 我看到跟他們吵的幾乎都 平常也都是支持女性主義的 只是可能不是他最主要的 關心或最常談的事情 那 我剛才講 其實應該就是說 這個理論上並不衝突 支持台獨的人可以支持女性主義 支持女性主義的人可以支持台獨 你剛才問題是說 還是說有很多人出來 還是說有很多人會出來講這句話 還是說有很多人會出來講這句話 那是趙達剛的理論 對 趙達剛的理論就是 我剛才講 其實應該是Christie吧 講的理論 就是因為女性 往往可能是更接近母親 跟那個後來的父親 後來才進入的父親的秩序 是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的 所以雖然邏輯上應該不衝突 但是在心理上 Christie Tiva會認為在心理上 或在心理性質發展上 那可能是認同母親 接近母親 或者認同女性這樣的角色 跟追求一個比較父親的 跟父親有關的建構 雖然原來也不是父親 只是傅之名而已 這兩者是有緊張關係存在的 尤其在成長中 雖然我們說認同父親 不一定要見識母親 不一定要離開母親 可是在心理性發展上 某種意義上就是曾經這樣的 所以會有這樣的戰力存在 但是我不認為 因為有這樣的戰力存在 所以我們就只能吵架 其實就像最後一張講 其實還是可以合作 亞特蘭提斯 亞馬遜族人 還是可以跟超人合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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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因為時間關係剩三分鐘 好像開放一個 就再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咖啡店可以開了 就是有給我們鑰匙 我們可以留很晚 所以 如果真的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跟 會後再跟主講 再做詢問 這樣 歪歪歪歪 就 剛剛講那個 一拍情節 就是 長大的時候孩子可能會 拋棄女性 拋棄媽媽的心 那種去 去 認同父親的那一個感覺 那我就覺得說 這是不是我們可以 想成是說 就是 如果還 如果 遇到佛洛伊德這樣講話 世界上那 沒有孩子會去 趕快就會去 信任 母性情節 母性情節 這樣的情形發生嗎 那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變成一個 是不是可以合理的解釋成 是一個 父權主義的社會的一個 一個在制 還有另外一點是說 另外一點是說 另外一點是說 是說不是 因為是說在勞工運動的情況下 我想 以勞工運動舉例啦 那我們會強調一個價值觀 大家有沒有聽過的價值觀就是 嗯 爸媽會跟你說 欸就是你自己不努力的問題啊 不要怪社會結構啊 自己努力就可以賺錢了啊 那就是過度的自我歸因 底下造成的話是 造成會不會造成就是 我們的 造成是說 就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社會的一種 循環就是 把一切的責任 為了自我歸因 而不去 整體監討 為什麼是大老闆 剝削我們的就業環境 為什麼呢 不是大老闆說 我們高工時低工資 還要 怪教我們不努力 像 像 像最近我們看那個 長榮的 長榮景的天災價 然後結果 罵長榮最終就是自有時報 就是用這種 扣文說 啊你影響屢個權益啊 啊你自己 啊你自己就是 不努力也怪 不努力 自己不努力的就是 不努力不出行上班怪誰 等等 好我就以自有時報為舉例好了 那如果我們今天講說 沒有支持勞工運動 自有時報我不要 那 請問這一句話的用意是 支持自有時報 但是你不喜歡自有時報 看到 滅勞工的勞工運動的報道 還是說 其實你根本 不會想要看自有時報 你也會講出什麼樣的話 那個 呃 那個 還有我先回答 一個微信拿起來 那個 後面一個問題啊 是不是 這樣我不知道 如果精神分析學者 一定會說啊 如果這個 針對任何一個單事人啊 那我只有做過 幾百個小時的分析 或者說 你要付很多錢給我 我才可以說 你有沒有 你是怎樣的意思啊 那 但是 但是如果說 今天是 一個沒有經過分析 我沒有做過分析的人 就講這句話 我只能猜很多種可能性 那你剛剛講的 各種可能性都有 但是至於說 那個 那個 父權 體制的問題 當然 在 佛洛伊德其實沒有 沒有這麼說啦 但是其實 他的 對伊底法西解決方式 就是認同父親嘛 其實 如果 尋了這樣的解決方式 可以想像 大概會造成 父權的 體制的程序 那當然 就剛剛提到的 德魯斯和 那個 寡他旅 或者是 拉看也 間接暗示了 這樣的一個 新進發展過程 或者這樣的一個 社會結構過程 也必然會 再次 父權結構 不過 當然 其實 拉看也指出了一些 顛覆 父權體制的可能 那個 在 精神分析學者裡面 對 對 女性主義影響最大的 或最多女性主義者 會引用的 精神分析學派 就是拉看學派 然後 克里斯提法 本身也被認為是 那個女性主義者 他也提到了 他雖然在那邊講 經常會認同父親 然後 然後 堅持母親 可是他也在這裡面講到 也在這裡面 批判了 這樣的一個 認同的過程 所以 就我剛才講的 那 金恩分析學者 可能講一些話 好像都是很父權很保守 因為他描述寄存的 可是那並不表示 他一定贊同這種 這種寄存的凡事 他可能也 也在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或者說 如果 即使暫時沒有其他可能性 他也在想 如果有造成問題 可能會再想造成問題 可以怎麼處理 謝謝 可能 他有提到那個 什麼意思 因為剛剛那個 提到什麼意思 真的喔 我比較 任何意思跟真是一樣 我們都有可能 我現在要談的 大概就是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講 這件事是有可能的 究竟這個可能 我們落在什麼樣子的意義下來談 這三種 我們剛剛講的 這三個都有 都是有可能性 真的有可能嗎 我們 在哪種意義下談可能 或不可能 一種可能是喔 我們稱呼 邏輯上可能嗎 這個其實就是 剛剛那個陳醫師講的 我現在有所謂的台獨 我現在有 女性主義 這兩者是相容的 可以合在一起 趕快在一起 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總國際上的可能 他們只是相容而已 可是今天 很奇怪 很奇怪 女性主義者 就像剛剛你講的那個 拉康尼那個 他認特利 特利斯汀 特利斯汀 他講的 其實他那個老師 建國這件事情喔 這個是一種父權的象徵 他是很尷尬的角色 他去反對他 他事實上他要接近他 就是類似這種兩種情懷 當作是這樣子的時候 他既是反對他 他又要去成為他的這種情懷的時候 你把這個台獨 跟他連結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說他是相容的 為什麼 這種關係很獨特 這種關係裡面呢 他會有一個什麼 反對的關係在 所以他就形成一個張力 所以就 就我來看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辦法像剛剛子談 這兩個是可以在一起的 邏輯上的一種相容的可能性 所以這種可能性究竟是什麼 有人會談可能就是階段的可能性 在一個階段裡面 他會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什麼階段呢 當他想要跟父親的形象相接近的時候 對不對 如果他可能另外一個階段 他可能又遠離了 所以他就會在一個擺盪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接近的時候他是相容的 另外一個呢 的時候他又是不相容的 所以他就是在一個相容跟不相容的過程當中 所以如果我來看這種可能性的話 你不能夠單純的指他講這個可能性 因為當他不相容的時候 在這個階段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在某一個階段上 他合在一起是可能的 在某一個階段上 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我們要進入一個現實的考察 好 那謝謝兩位講者精彩的分享 謝謝